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特别的留意哦 因为下午开始的时候 风浪就会逐渐变大 因为这个台风是要逐渐的靠近了 那我们看到路上的警戒范围 可以看到其实包括整个南部地区 台东还有包括台南以南 都是在路上的警戒范围哦 因为呢 东南部地区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是受到这个暴风圈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么看起来的话呢 在今天的傍晚过后呢 这个台风的暴风圈 就会逐渐接触到我们陆地了 而且呢 看起来也蛮有机会 就是从我们的高平地区这边登陆的哦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千万的留意 尤其是南部地区 这一次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我们再来看到它目前的路径哦 因为这个台风 其实它行走的路径还蛮特殊的 可以看到 它原本呢 是这样子 直接过来之后呢 转了一个弯 从我们台湾的南部直接贯穿上去哦 可以看到这个路径呢 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呢 它现在目前呢 走得非常慢 中心有点像是滞留的方向 所以呢 所以它影响我们的时间 其实是会拉长的 所以到时候呢 一整天 包括礼拜天 一整天 还有呢 礼拜六的 星天的下午晚上开始呢 其实感受到这个风雨 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的 而且呢 整个它从南部这样扫过来之后呢 包括东南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风跟雨都会很大 好 再来看到就是呢 今天呢 其实北部地区 还是出大太阳了 感觉上台风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哦 不过提醒大家了 今天呢 其实东南部地区 今天到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就开始下雨了 那么影响最大的时候呢 就会从今天的晚上到明天 一整天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实包括北部 还有东南部地区 雨势都开始逐渐的出现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的 那最后也告诉大家了 其实呢 这个凤凰台风 傍晚就会接触陆地了 而且呢 也不排除 是会从高屏地区登陆的哦 那么提醒大家了 东南部地区 最重要防强风好雨 那么礼拜天一整天的话 全台都是有雨的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请晚安居 请晚安居